七主央宗 女藏族 1963年10月出生 迪庆州湘格里拉市 葛崽乡翁上村委会全新组人 湘格里拉藏区以畜牧业为主 毛纺织品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 葛崽乡 浪都等村的妇女各个能边会之 有女人不会纺织就不算女人的说法 自幼就喜欢纺织的七主央宗 16岁开始就跟母亲七琳拉姆和外祖母央宗卓马 学习藏族传统手工纺织 到23岁已基本熟练掌握了 葛崽藏族传统的手工纺织记忆 经过不断的学习实践 逐渐成为村中公认的纺织能手 藏族服饰的制作分纺线和织布两大环节 一般纺织不分家 七主央宗制作的纺织品中 最考验其技能水平和耐心的非藏毯莫属 因全部工序皆由手工完成 耗时耗力 一张完整的藏毯即使每天不停地制作 也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还不包括养羊等非直接工序 先将上等羊毛剪下洗净晒干 将洗净晒干的牛羊毛抓松抓匀 再用毕调将抓松抓匀的牛羊毛做成片状 将片状的羊毛碾成线 碾线时用中指来调节线的粗细 把第一次碾出的线根据所要之毛布的情况 两三股合成一股绕成粗的一个线团 蒸煮晒干 在平地上定上专门绕线用的棍子 制作毯子时一般一边固定三根棍子 而另一边则根据需要确定根数 一般是一到五根左右开始有序的印线 把所有用到的棍子换成纺织的专用工具 到此纺线环节即告结束 可以上机织布 七主秧宗织布用的是足凳式腰机 有一个简单的机架 卷布轴的一端寄于腰间 另一端搭于筋架上 双脚凳柱机架 梭子来回穿梭 打尾刀打尾 布匹慢慢成形 每根线的提拉都影响着脏毯最终的样子 因此要有条不紊地进行 梭子来回访六次后 放一次毛线 放毛线决定着脏毯最终的图案 每放一根线都得认真考量 传统图案多为万字纹 曲折纹等 现在脏毯在图案方面有了很大的创新 最后的组合则是把四块做成的毯子 缝成一个完整的毯子 相比较而言 男士脏袍的制作就相对轻松 防好的线织成长布匹后 经过裁剪、缝制 就成为最常见的杵疤 除此以外 亲主央宗还能制作脏垫、腰带、彩带、绑腿等 极具民族特色 亲主央宗一直在村中承担着 藏族传统纺织技艺 上城下船的主要作用 自2007年被认定为迪庆州藏族手工纺织代表性传承人以后 亲主央宗在不断提升自己纺织能力的同时 更是愈加积极主动地履行着传承人的责任和义务 在村中积极培养接班人 免费教授纺织技艺 儿媳拉姆央宗和女儿双拥着马 经过自己的悉心调教 以基本掌握了藏族服饰制作技艺 可以独立完成许多纺织品的制作 州市组织的非宜宣传推广活动 其主央宗也总是毫无怨言地热心参与 手工纺织虽然辛劳 但他有信心让他在自己家中一代一代穿下去 直接进入许多纺织的活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